这东西它真的很难烤 但如果它烤好了 那肯定会是神仙的味道 重庆的烧烤真的很牛 现在来重庆玩 我问了我重庆的亲戚 吃了火锅还可以吃什么 然后我姐跟我姐的前男友 都说这家店好吃 他俩真的很难意见一致 去试试看吧 非常的迷茫 但就是神仙吃烧烤 就来重庆第一顿 还是先吃烧烤吧 这一次故意叫了个专车 上一次那个师傅太恐怖了 那个师傅给我介绍了 很多好吃的店 但是今天就想吃烧烤 就是没那么多花里胡哨 直接点招牌菜 我觉得他那样的烧烤 和兰州烤肉很香 这都不会提前码料 用新鲜的肉边烤边上料 现在20串猪板筋 科普一下 猪板筋是猪的背脊上面的筋 是猪的身上最好吃 最贵的一个部位 烤的时候我悄悄说了一句 否加这辣 这个也成为了 我今天最后悔的一句话 可是重庆人是不是感觉 否加一点辣这句话 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师傅是先烤 然后上了料再烤 然后再上料 这个辣椒料是怎么回事 我说老板你可以加一点辣 我没让他加这么多辣 对我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他嚼起来的第一顺点 其实有点像猪耳 接近牛筋 但是比牛筋更脆 也更容易嚼烂 又脆又韧 我现在这个嘴巴的色号 就是重庆色 然后是烤鲜鱼 烧烤鲜鱼真的是先品 最期待的就是 他们家的鲜鱼跟腰花 而且这么大一串 吃起来没有土腥味 肉很紧实 比鰻鱼还要嫩一点 不愧是重庆的烧烤 味儿给的真的很足 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腰花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烧烤 用这么厚的腰花烤 他们家虽然腰花八块钱一串 那真的很大一片 一般都是那种很薄的对吧 其实那样吃起来很不得劲 这种厚切子吃起来 才会有腰花的实感 杂菜的时候就看得出来 又厚又肥了一片 改刀很细很入味 吃到嘴里真的是很嫩的口感 上面撒满了洋葱碎也很加分 喜欢吃内脏的人 绝对对对对对喜欢这个 竹根经常吃 它家不是那种滑嫩的感觉 吃起来会稍稍比较粉 干的香味真的很浓 就是喜欢这种焦焦的藕片 它就是辣的我 头顶直冒汗 它这个五花肉烤得还很油润 嚼烂之后爆出了油脂 只有你的舌头能明白 我肥腰喜欢 肥瘦像煎的牛肉串 这个也是我烧烤的必备 我发现他家会让你上瘾 不行我还是想吃那个腰花 他那个腰花真的很带劲 吃辣真的可以分泌多巴胺 以后如果谁想谈恋爱了 就带他来吃辣 嗯 治好了 这炒饭可能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金黄金黄的 特别配鲜鱼 但是我建议别让老板加辣 再强调一遍 不要让老板加辣 就是它标准的辣味是最好的 太辣的话 嘴巴会忽视别的香味 自制一份鲜鱼腰花盖饭 我其实觉得这个可以单独拿去卖 48块钱 特别的满足 碰到了一群巨热情的重新粉丝 悄悄帮他们买的单 让他们吃的开心 最近去了很多城市 切真的感受到了 当你品尝这座城市的美食的时候 真的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夜色降临 不三五毫月在这吃个烧烤 好把死笑吗 阿基推荐指数 有分 好吃 很辣 咔面 古时候的日本人 又很喜欢吃寿喜烧 甚至连日本金字塔 最顶端的那个男人 都亲自来吃过 这什么排面啊 他们家的一片肉 5830日元 OK 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 就是从1869年开业至今 154年没敢关过 这不废话吗 天皇老爷都来吃过的店 我为什么要关啊 所以也拐不了那么多了 快上车 这家店位于京都 第二个据点 我没有到吃寿喜烧的日子 怎么每次到吃寿喜烧的日子 我都很开心啊 是不是好店都会配上 这么一个悠长的隧道啊 换好鞋子 跟着小姐姐 你就会被领进一个 说大的包间 它这个地方点菜非常传统 用的是那个直连做鸡 然后最贵的肉是581片 点好之后就会上小菜 五个开胃小碟 有牛肉沙拉 土豆沙拉 一小块甜笋 一小块豆腐 最后一个小蛤蜊 吃完这个还有个前菜 不过是很好吃的和牛寿司 而且它的这一片很厚很肥 和牛淡淡的奶香 一下就会让人开胃 最后是一碗煮的青花鱼饭团 很日本很清淡 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修正味觉吧 吃完之后 小姐姐马上就会来做寿喜烧 用牛油刷好锅之后 铺上一层白糖 就直接这样下肉 主要是要让和牛的脂肪 和糖一起融化 然后再倒入料汁 京都寿喜烧那种独特的鲜甜 一下就会冒出来 然后直接把带着热气的肉 淹没到蛋液里 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 他们家的这个一片肉 真的太大了 那种焦糖再加上 受洗烧料汁的味道 也很难做到不往嘴巴里面塞米饭 就像拉面必须配上叉烧 和牛裹上无菌蛋液之后 稍微嚼一下 和牛的油脂香 就会蔓延在你整个口腔里 如果你觉得腻 可以来一筷子小银鱼盐白菜 味觉修正 然后第二锅因为要下蔬菜 所以下了两片肉 加了菜之后 熬出来的料汁的味道会变得更 第二碗我一般喜欢用 和牛卷着葱羹吃 而且要是那种脆脆的葱羹 葱羹那股微微甜的味道 就是给和牛物理提鲜 煮到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很入味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筷子轻轻一加 碎成两半 再蘸上一点蛋液 你甚至都能尝到豆子的香味 像是用面包蘸奶油蘑菇汤 煮到最后的摩油丝 已经变得很软了 它虽然本身不入味 摩油丝也是受血肉里面 最卷蛋液的 蛋液也很香 吃到一半年 也可以换一碗新的蛋液 这种同号里面夹着一点模一丝 也有一种脆弹脆弹的感觉 我还专门拿了一瓶牛肉 烤到最后 它已经是一个焦和色的状态了 但是它特别的入味 所以要多过一点蛋液 这一片130克 以下度再加凉控米饭 就是至高的满足 精度的设计烧就是缓缓的 用牛肉的香气 慢慢塞满你的味 最后再来一个甜品 非常的爽 而且推荐指数 9点5分 神奈川 一个我深爱的地方 也是我在日本住的地方 来日本三年了 我也成了被神奈川 浇灌的其中一人 你要说最早知道这个地方 可能还真是连餐高校前 但是你一旦住久了 就会发现 它不会成为你爱上这里的原因 但是要来神奈川的话 应该怎么玩呢 首先早上的体验 和晚上的体验 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就从早上开始 早饭我推荐在连餐的 有利多库的这家店 吃一份很日式的减餐 很便宜 将这店会在你打鸡蛋的时候 从你面前开过 所以那个什么 打快一点 千年古度的早晨 就这么从一只烤鱼开始 当然早餐还有别的选择 也可以在沿海的 比鲁斯看着海景 这柔软的Pancake 还可以在喜利乌斯酒店的70楼 俯看着全市吃早饭 吃完早餐以后 还可以在横滨的海边三三步 泡面博物馆 一般会是我去的第一个地方 这里成立着 全世界各种有名的泡面 我们中国这边的代表是 老坛酸菜面 居然没有泡椒牛肉 当然三楼还可以定制一碗 自己的泡面 随便你画什么 随便你想吃什么味道 根据心情来就行 饿了还可以在这儿 拿一顿下午茶 接下来你就可以 直接坐着姜汁店开始玩 每个站都很有流量 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 每个站都很值得打卡 海鸡日记灌篮刀手 还有我最喜欢的 刀水第二次恋爱 故事都在这儿停留过 特别是极乐寺这个宅 大家应该聚熟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光是这个站的设计就很好看 还可以去逛一下商店街 便在天重建石街 果然这里的街道 就是最接近日漫的地方 下午快天黑的时候 还可以去逛一下长谷寺 夜晚的灯光和红色的枫叶 小情侣牵着手在这儿逛街 氛围感直接拉满 但是你要说横冰最美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晚上 因为这个地方 有各种各样的灯光秀 想象一下和喜欢的人牵着手 在这个地方溜达 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 逛饿了的话可以在 这不是什么 怎么会有人饿这么快 但是别管 我就是想吃那个芝士芋泥 和那个披萨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力气 也可以看一下江之岛的夜景 这个地方叫湘南的宝石 每天下午5点开始点灯 亮灯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震撼 你甚至还可以上到灯塔上面 俯瞰整个江之岛 其实除了灯塔 岛上还有很多夜景都可以看 但今天其实讲了这么多 也只讲了神奈川的十分之一 这次主要介绍 神奈川可以在早上和晚上玩的景点 剩下的就等你们来找我玩了 阿基特仙指数9分 卡片 马肉 这个不是只有战争年代 才会吃的东西吗 而且作为中国人 我一直都觉得马肉离我很遥远 像是几百年前的饮食文化 但是在日本 真的有几百年前的马肉店还开着呢 总会有人说人一旦吃过马肉之后 他就会优先选择马肉了 有这么夸张吗 所以我就搜到了这家店 在日本我能够找到最老的马肉店 1905年开业 那个房子就一直在那 那不得去看一下 他已经开业一百二十多年了 然后一直没关过 真的有那么多人吃马肉吗 家店在吉原 继父太郎的妹妹 当年就在这打工 菜单就是墙上这些了 只卖马肉 你要是吃不惯 还没别的吃 反正没吃过 我把他们家全部点了一遍 好了 今天废话太多了 第一个菜就是非常重磅的生马肉 这个是生拌马肉 完全它的蛋液裹匀就可以吃了 但它这个有照射的调味 我还没尝出马肉的味道就吞了 马肉刺身的味道就很清晰 入口是非常清爽淡雅的感觉 蘸不蘸酱油都可以 然后嚼起来有点像鸡肉 接着是煮的马蹄筋 我本来以为马肉是那种狂妄外放的味道 但它越嚼越清甜 那我们还是加一点六婆吧 可以赶紧去抢 好了继续吃爱 这是马腿肉配海胆 有点像笑爸和语文科代表谈恋爱 你以为是威逼利语 但实际上两情相悦 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味道很配 然后是马肉牛排 煎马肉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吃法 马肉鲜味里面的脂肪很少 完全不像和牛 然后它也会自带一股蛋蛋的坚果味道 也不知道它用的是肉马还是野马 然后就是我们家的重头戏 马肉受洗烧 然后这一盘肉是两人份 两万两千日元 第一盘是纯纯的马肉脂肪 也是我觉得马身上最好吃的地方 吃起来像是轻盈版的鹅肝 肥油虽然会挂在你的舌根 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很腻 接着就可以开始下马的里脊肉 切记要注意一点就是 马肉千万不要煮太久 就这么一小小小的一盘 不是马肉有这么贵吗 肉还有一点的粪粉就可以捞上来 我觉得果一点蛋液会更嫩 好吃 六七成熟的马肉就像肉棉花 牙齿一下去它就断开 马肉丸子也很好吃 它里面和的居然是黑芝麻 沙沙的口感 之后就是豆腐跟摩斯 还有一些假肉 这些就跟普通的设计上没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还有一盘炸马肉 看着很像锅包肉 但其实吃起来也很像 但就是它的里面 可能会比锅包肉更软 说白的马肉就是更嫩 比起猪油来说更好嚼开 然后我发现 店里到了晚上就特别的有氛围 不会是在集园的店 有一种梦回昭和的感觉 总的来说马肉还是很好吃的 开了120多年的店 还是有它的道理 但就是很贵 阿基推荐指数 7分卡威尔